台风的风雨雨是太大了 让泰玛里乡被誉为是最美高架桥的金轮大桥通桥六年 首次进行桥梁封闭要改走旧台九线 而大午公路段放置的三角锥封住路口 却扛不住墙风也被吹倒到路边去了 海归台风三日下午从台东登陆 位在泰玛里乡被誉为最美高架桥的金轮大桥 为了确保用路人安全 首次进行桥梁封闭措施 民众只能走旧台九线经过金轮街道进出 金轮大桥开设到现在 我是必须要打风 可是它会风那 最主要就是这次台风是真的很强 可是对我们要路过的人 风路的话应该是比较麻烦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阵强风吹来 造成摄影机晃动 没多久地上被放的三角锥直接行走在路上 这是大五公路段为了封住路口放置的三角锥 但却抵挡不住强风 三角锥直接被吹奏甚至吹倒在路边 很多状况都是第一次遇到 那可能相对一些像风路设施啊 还是什么可能因为在承受台风威力下的一个风雨的情形 那可能这个设施我们后续也会再做一个研讨再评估 看比较是因为相对来讲是平常的一些交通设施 还是比较容易反倒寝负的一个情形 金轮大桥通车近六年第一次进行桥梁封闭 3号晚间大五公路段也紧急派机具放射风路10吨 让民众清楚了解桥梁封闭状况 不过4日早上8点 由于风雨逐渐趋缓 已经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就讲解太麻了想不到